好 那個期待的同時呢 讓我們起來看下一則新聞 新北市的警方持續呢 在追查黑幫喔 連續十一天互轟 六十七槍的復仇槍擊案 那警方呢 最近有了最新的進展喔 抽絲剝繭之後 他們查出喔 這起槍擊案的起因呢 並非是外傳的毒品糾紛十億巨額 而是呢 因為呢 他們有兩百五十萬元詐騙的 贓款帳目不請所引發的 而目前的警方呢 正在全力的追查主持者當中 新北連日發生槍擊案 消息震驚全台 現在案情有了新的進展 警方原以為是黑幫毒品糾紛 今日警察 懷疑是竹聯邦紅人會 與華山幫因250萬詐騙 贓款贓目不清 雙方叫縮底下的小弟 互相開槍 回顧整起事件 紅人會早在10日 就先有了動作 15歲的朱信少年先開了三槍 還拍影片嗆下 華山幫九十垃圾 此局引發後續的 兩起槍擊案 直到19日 華山幫出面反擊 17歲的吳姓少年 朝著紅人會幹部的坐車開槍 隨後吳姓少年持槍 到派出所投案 到了隔天20日清晨 紅人會心中有所不甘 教唆17歲的劉姓少年 在光天化日之下 朝著當鋪大門連轟51槍 新北連日傳出槍擊案 讓遠在新國出訪的 新北市長侯友宜震怒 下令要警察局長 帶隊掃蕩黑幫 請你牙齒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要親事 要帶隊整個掃蕩好不好 據瞭解 紅人會林姓幹部金魚 已出國避風頭 警方正全力追棄 要揪出幕後主使人 同樣是發生在新北市的樹林區 他在昨天凌晨傳出有年輕人 因為感情糾紛而打了群架 川方人馬大約有十五人 還持刀手拿棍棒 在大陸的樹人架上前互砍 而警方巡線將眾人逮捕 依法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男子跑在馬路中央 後方一輛機車緊追而來 十五個人半夜睡不著覺 不算屋頂唱歌 竟然當街互砍 離譜的事件 二十三日凌晨 發生在新北市樹林區 警方調查 十九歲的周姓男子 不滿蔡姓男子 經常性騷擾他女友 雙方各自撈人 到樹林家鄉前談判 結果一言不合就拿刀互砍 造成四人受傷送醫 由於新北日前才爆發 幫派掃射互轟 警方趕緊澄清 兩起事件沒有關聯 雙方係因為男女感情糾紛 引發爭鋒之處 相約談判斗殴 並無幫派間因詐欺 毒品等分贓不均之起 警方陸續逮捕嫌犯盜案 訊後將依妨害 秩序和傷害的罪嫌 移送罰辦 新北市長侯友宜 出訪新加坡的期間 新北市連兩天發生 兩起的槍起案政績各界 那侯友宜他回到臺灣之後 是立即到新北市的刑事 警察大隊瞭解辦案進度 昨天他出席活動時 又談到治安問題 他說臺灣不大 犯罪不會是在一個縣市 打擊犯罪要從上到下 少年在光天化日之下 掃射51槍震驚全國 讓藍營總統熱門人選 新北市長侯友宜 變成對手的靶子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質疑 侯友宜說過 治安不好 應該是我下台 不是局長下台 而現在案情重擊 侯友宜選情 搞到國民黨團 要向內政部求救了嗎 侯友宜23日上午 出席青年創意市集活動 致辭時似乎暗示 蔡政府不能把治安問題 都推給地方政府 侯友宜強調守護台灣安全 是他永不忘的初心 而對於願不願意 披上藍袍角逐總統大衛 侯友宜進一步表態 他努力奉獻 一無反顧 究竟侯友宜能否擺脫 或槍擊案對選情的影響 各界都在關注 針對新北市的治安亮起紅燈 對此內政部長林又強 二十四日表示 新北市長侯友宜 當時剛好人在國外訪問 這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必須面對社會輿論的批評 強調打擊犯罪不分 中央地方 雙方都必須要共同目標 就是要打擊犯罪 侯市長的部分 由於這幾起 治安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剛好人在國外訪問 那這就有點像這個颱風天一樣 颱風來襲 那民選首長要不要立即趕回來處理 這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那老百姓會質疑的是 國外的訪問比較重要 還是趕回來國內處理 這個國內議題比較重要 這是民選首長自己要去決定 並且由社會的輿論來評判 那最後我想強調的是 我們共同的敵人 是犯罪分子 我們共同的一個目標 是打擊犯罪分子 千萬不要讓犯罪分子 向我們傻 針對林佑昌說 要面對輿論評判 侯友宜今天上午也有 做出回應 治安任務問題 其實我們要從沿途家去斷截 犯罪預防 遠比犯罪偵查還重要 所以治安絕對不可能 一日就可以達成 我們必須要上下同心其力 而且面對所有的治安現在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從根 好處好好的壓制所有的犯罪 更重要的把預防這個部分 做得更厚實 所以犯罪的問題 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